拜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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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來 身穿紫色上衣的男子還沒回過神 就被警方逮捕 來的時代太快太突然 完全讓他措手不及 因為這男子幾天前 在高雄這家精品店 假裝要購物 最後竟然用瑞士刀恐嚇店員 還拉到倉庫內毆打 造成店員全身躲出查措傷 這男子還趁機拿走價值 一萬五千元的精品 迅速逃逸 而這牆前男子還十分狡猾 為了躲避警方查氣 在逃走前還拔掉店裡的監視器 讓警方一度陷入追查瓶頸 所幸最後靠著蛛絲馬跡一步一步 拼湊起來尋現找人 終於逮到犯先 帶遠景來到藏著髒物的機車前 還在車廂裡頭 找到兩把大大的斧頭 這狡猾男子恐嚇牆前 還意想天開 以為拔掉監視器就可以全身而退 所以沒想到最後還是栽在警方手中 接著王嘉慶 黃文君高雄報導